業主大劈價超過兩成 有入契的花園 拍到三部車 看到開陽景觀 甚至是遠海景 而單位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西貢Fanky 在這裡介紹一些 西貢區的損盤和成交給大家 這次帶大家來到西貢半山 一個很多買家都喜愛的村屋群 位於在竹陽路的管理式的村屋 景隆軒 因為除了景隆軒 在這個半山的位置裏面 一些管理式的屋苑 是有越途軒 松途軒和景隆軒 一些管理式的村屋來說 超過一百棟的村屋 而今次成交的 唯一一個單紅屋 建築面積同樣都是一般 2100呎三層的村屋 附有1400多尺的花園 不過是不入契的 大單邊看到開陽景觀 另外有個泊車位 成交價一點都不錯 2250萬 相信買家來說 是一個區內的外籍租客 而原業主來說 也是一個外籍人士 在2008年的時候 買入價都是1170萬 所以賬面來說 都超過一倍的升幅 同樣我也介紹一些 管理式的村屋在附近 一個剛才大家看到的 在我對住的叫做越途軒 師家大閘有自己的師家泳池 七棟屋 這次單棟屋來講 2100呎 以2380萬國外 大家看看裡面 單位的裝修環境 都絕對不錯 而另一間是位於松道軒 看到開陽的景觀 環境優美 也看到屋苑的泳池 2100呎 另外天台700呎 現在的價錢來講 只有1998萬 而單位來說 還有西式的美裝修 還有一間位於南山菠蘿邪路 我叫做生尾苑 業主大劈價超過兩成 而這個單位的賣點 是2100呎 大單邊 有入契的花園 拍到三部車 看到開陽景觀 甚至是遠海景 而單位大家看看相片吧 很帥氣的 非常有品味 價錢調低到1880萬 相信很快會走到 這個價位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聯絡我西貢Fanky 和我們世紀21奇峰的專業團隊 我們區裏面 擁有超過30年歷史 以及我們也開了第四間分堂 是位於科技大學 和奧龍的青水灣分堂 在這裏 相信我們一共有四間分行 西沙路分行 西貢市中心分行 銀線灣分行 以及現在新開的青水灣分行 在區裏面擁有最多分行 網絡最完善的地產代理 相信我們有充足的盤員 去供應 買家去參觀 以及選購他們心頭所好 以及也都歡迎業主去放盤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